在店被发现以前 店慢被叫做什么 这大概是朋友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 说实话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毕竟我是个搞动物的 不是个搞店的 虽然我真的有一张三级店公正 但这个问题确实难到我 于是我就跟朋友们这么回答 大概被叫做一个真正的蛮吧 而又因为接触之后会店的人抽搐 看着就像是在原地跳起一种华丽的舞蹈 所以又被称作机理太美 好了不开玩笑 在查阅过资料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 完全就不是个问题 店瞒在250年前就被发现了 而人类使用电力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所以店瞒已经发现 它就叫店瞒了 说实话 接触过它的人都表示 自己宁可下河跟鳄鱼battle 也不愿意跟这种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给你放电的生物来个近距离接触 毕竟等着被电的那段时间 可比被电难受的多了 当然被鰻垫也不会有多好受就是 由于鰻鱼喜欢藏在岸边休息 并且还有非常大的起床器 所以当地人都会很小心 避免自己藏在河边走的时候 一脚踩在电蛮身上 两眼一黑直接人声重开 虽说叫电蛮 但是电蛮和蛮鱼的关系着实有点大 就像人类和香蕉的关系那么大 两者除了都是动物之外 几乎没什么关系 电蛮也不止一种 准确来说电蛮可是个大家子 大部分电蛮甚至都不能将电能 释放到体外来用于攻击 只能凭借那点生物电来寻找猎物 但那些腰间盘特别突出的电蛮 上电人下电鱼 问着鳄鱼那是电到死 具体它们为什么腰间盘如此突出 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如果看看它们生存的环境 亚马逊河 也就不会对它们这种奇特的天赋技能感到奇怪了 要说鳄鱼之耻 很多人可能第一个会想到杨子恶 但实际上另一种鳄鱼才是鳄鱼之耻 这就是黑凯门鳄 其他鳄鱼动辄机米身材直接啃鹿啃水牛 黑凯门鳄有多丢人 一名成年人就能攥着他的嘴巴 轻松拎起来 然后在鼓掌之间玩弄 黑凯门鳄可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定的窍目 比如说鳄鱼的张嘴鸡普遍不强 尤其是小型鳄鱼 甭管它咬合力多少 张嘴鸡能发出来的力度都是圆圆小于咬合力的 凯门鳄同样生活在亚马逊河里面 他们也是有一定统治地位 但唯独电蛮跟他们并不是很对的 一般来说都是凯门鳄自己主动袭击电蛮 并且是主动袭击自己体长两倍以上的电蛮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嘴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多数凯门鳄在被电蛮电过一通之后 也就会认识到错误乖乖跑路 但他们下次绝对还敢 少数凯门鳄那就是真的倒霉蛋了 一部分凯门鳄会被直接电死 毕竟他们惹上了电蛮 可是世界上体长最长 而且放电能力最强的电蛮 最高能放出860伏以上的电压 而且好巧不巧 还有的凯门鳄 是把电蛮咬在嘴里 电蛮这么一点 闭口机就不受控制地开始发力 而张口机的力量远小于闭口机 这就导致凯门鳄越咬越紧 电蛮呢 感觉到凯门鳄越咬越紧 那肯定是加大放电力度 结果咬得更紧了 凯门鳄是想放放不开 只能坐等电蛮类了 或者自己和电蛮同归于尽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电蛮电不到自己呢 我们接着看 轻松撂倒一条鳄鱼的电蛮 为什么不会电到自己 要说发电 不光是电蛮 从人类到鲸鱼 没有不会发电的 这些生物日常活动 就需要电来维持 只不过这部分电很微弱 而且也只能在 固定的路线上前进 一般我们管这种电信号 叫做兴奋 在看视频的你 无论是思考还是眼球转动 都离不开这些电信号 包括你手指到脚趾的每一块肌肉 想要有运动都需要电信号维持 正是有电信号的参与 动物们才能做出自己想要的动物 而电蛮只不过是放电的细胞 相比其他动物强壮了那么一点 人类体内的电信号 一般只有80毫浮左右 而电蛮的细胞 能产生150毫浮以上的电压 这些能放电的细胞 几乎占据了电蛮的整个身体 而这些细胞串联起来 就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电池 在需要的时候迸发出相当强的能量 这些能量相当危险 就算是人类 只要稍微倒霉一点 这辈子也就过去了 而南美的原住民 就没少被电蛮偷袭 这些原住民对电蛮也是相当客气 那时能赶进就必须杀卷 尽管电蛮的生命力相当顽强 就算只是在一个潜水洼里 它们都能坚持相当长的时间 但即使是这样 电蛮也是一条都别想跑 这里面绝对不是贪突电蛮的身体 电蛮有个蛮只是因为长得像蛮鱼 电蛮的肉可是又老又沾牙的 而且刺还比肉多 真的是扔到地上狗都不吃 而它们不会电到自己的原因就很简单了 电也是个欺软怕硬 电蛮身体的电阻远比外部环境大 而电流会优先寻找电阻最低的通路 所以电蛮释放出来的电流 是不会电到自己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